山空中出現一個鐵皮屋 從左側民宅向外延伸到圍牆 還加裝樓梯 特殊建築出現在桃園歸山姓美街 引起民眾議論 這樣怎麼會有軟門裝在那裡 你看現在不會有人從那個三樓出來 你就會從裡面的樓梯走到一樓再走出來 非常危險吧 進去也是要爬樓梯 在外面也是爬樓梯 不如就走從一樓這樣比較安全 光看就覺得相當危險 但也有人發現這造型越看越熟悉 旅客出國回國 上下飛機走的是空橋 難道這戶人家 也想體驗走空橋的感覺嗎 對比兩者的相似度 可說是百分之百 實際找到屋主 待我們一探究竟 如果要說危險的 很多都是危險的 走上樓梯屋主拿出鑰匙 裡面地板用鐵板搭建而成 一旁還有窗戶 陽光可以照射進來 再往前走 左側放了一個置物櫃 接著這個空橋就接到了 屋主的陽台 屋主表示之所以在後陽台 蓋空橋就是因為 如果走前門需要爬六層樓 但是公寓後方剛好有一個斜坡 沿著斜坡蓋空橋 屋主回家只需要爬一層樓 就變得方便許多 那開圍張建築在107年的時候 有遭民眾檢舉 那之後我們有依照規定 進行插包列管的動作 宛如空橋的圍張建築 特殊造型掀起討論 但是出現在住宅區相當危險 為了公共安全將會優先拆除 東森新聞蕭環明在桃園報導 燃燒熱血棒球魂 棒球經典賽看東森